好 咱们开了 哇 出马上来慢了 就是这个打起啊 慢了两三个马位啊 另外的丰收的前数也相当慢的 跟着寻梦员也是一样啊 那前面抢到领方红色彩衣的戴莉娜 跟着呢看到国境勇士扣得非常紧啊 中间位置是黄色彩衣的天狼星 外侧才是这个轮式机架 也是扣得比较紧啊 内栏位置我们看到一百万 旁边呢是这笔盛琴啊 然后呢才是蓝色彩寻梦员啊 振脱在外这 大概两个马位之后是打起 以及这次就相当慢的丰收啊 距离前领马大概七八个马位啊 现在进入这个三百公尺 在前面啊 七百公尺 这个戴笠呢在前领啊 旁边是国境勇士啊 后面也是轮式机架 是有点青色啊 不过跟着比较接近一点啊 有一百万平均在吹啊 而三号的天狼星在外这 跟着看到盛琴啊 振脱多寻梦员 还有打起最后远远落后是丰收 丰收啊 丰收 好了 进入最后三百五十公尺 我们看到三匹马并驾齐驱啊 戴笠娜在前面 中间位置是五号的国境勇士 然后是轮式机甲在追他 现在轮式机甲 把这距离越拉越接近 在追着戴笠娜 戴笠娜还有一个马位的这个差距啊 戴笠娜 看似好像可以坚持到底啊 轮式机甲来了 轮式机甲 戴笠娜 戴笠娜坚持到底 投马 而第二名是轮式机甲 第三名打起 第四名呢 则是寻梦员啊 后面是 这黄世财的天狼星啊 另外国境勇士 而振多多 后面点有这个黄世财的盛情 另外一百万 最后是丰收 输得很远 戴笠娜 进步良多 最终 在前面领放 坚持到底啊 轮式机甲 怎么打边啊 怎么吹啊 只能把距离拉近那么一点点啊 为什么呢 他给这个天狼星啊 他的旧旅啊 给害死 因为在前面的两百出来的时候 天狼星挡他的路 就是你是给我开路 还是要 要阻我 这轮式机甲当时就在那边 扣慢要等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但是我都没发生了